欣欣你看你发烧了 她都是脸都是黑红黑红的 欣欣 宝贝 我天你这个头疼这么烫啊 老名 怎么了 欣欣她又发烧了 啊 你最近流感比较严重 我们你去看看怎么办 真的发烧 我先拿体温计给她量一下 39多 我得乖乖 明天再请假好不好 乖乖 请个假吧 不要 为什么不请假 明天还要结束 老婆 我这是学课的话 那个 她叫欣欣欣 我那个听着人过去 我都会更无事 爸爸你快给我喝 就说你给我喝 好必要 欣欣你看你发烧了 她都是脸都是黑红黑红的 世上只有妈妈好 发烧真是真难熟 欣欣她发烧已经吃了两次退烧药了 如果说她半夜再发烧 老苗你要带她去看一下积累了 嗯 因为最近流感太严重了 我有点担心 是 老苗 老苗 先不要收拾了 怎么了 欣欣她在学校又发烧了 啊 老师说她那个 又发烧了 对 老师说她经历了 那不要去上学吧 她非不听 要借书借书借书 现在老师怎么说 老师就说她精神状态不太好 她说下午没什么主客了 让我们先接回来吧 走走走 去帮她接 走走 你看我们家老苗在家干嘛 在家换了东 朋友收拾了房间 你看 一堆的垃圾 都堆满了 走了别看 走走走 走走 喂 江老师 我是那个苗欣月妈妈 她下午没课的话 我现在在门口 要么就让她先出来 我给她接回去 好 嗯 老师回来 老师不能说你发烧没精神啊 我看来没精神的 我怎么感觉你也没发烧啊 摸一下 我没发烧 没这么烧 你要不要回去吧 要不要 干尴尬 那就回家吧 来都来了 回家看电视 老师说你精神不好 然后我还在家大草出来 你妈妈说 哎呀 心又发烧了 我心里想 我说早上让她不去 怎么跑去了 又发烧了 你看这整的 老爸你真是瞎吵 没发烧 肯定是担心你才来了 正好回家看电视 哎呀 多好啊 来冬主去上车 我的意思嘛 好不容易星期五请个假 回去看电视多好啊 看个动画片的是吧 非得要去看书 哎呀 这看书有啥好看的 我的怪怪的 看书有啥好看的 哪有看电视舒服 那你们在这选啊 我出去在车上等你们啊 已闭越过 谢谢大家